在这个秋风送爽的11月初 影视圈的热闹一点也不输金秋的丰收景象 11月1日 仿佛一道无形的令奇 让多部新剧奇刷刷的亮相 其中有一两部古装偶像剧 株莲玉木与永夜星河最为引人瞩目 它们如同两颗璀璨的星辰 在夜空中静香闪耀 也悄然拉开了优酷与腾讯两大平台新一轮的较量序幕 家庭温情与古偶盛宴的双响炮 如果说好团圆与小巷人家 以其贴近生活的家庭温情 为观众的心灵送上了初冬的第一缕暖羊 那么株莲玉木和永夜星河 则是古装剧迷期待已久的盛宴 两部剧不约而同的选择在此时上线 不仅是因为秋季历来是影视市场的黄金档期 更是因为它们各自携带的爆款基因 与强大的演员阵容 让这场古偶盛宴的期待值瞬间拉满 永夜星河 星光暗淡下的反思 永夜星河携带着穿越 全眸、仙侠等多重元素而来 本应是吸睛无数的存在 然而 当观众满怀期待地踏入这片星河之时 却发现了些许不如意 于舒心 这位以甜妹形象深入人心的演员 在永夜星河中的表现似乎并未跳出舒适区 他饰演的恶毒女三菱妙妙 本应是一个复杂立体的角色 却因他的表演过于依赖卖萌妆装可爱 而显得有些单薄 尤其是那略显出戏的原声台词 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虚弱了角色的魅力 相比之下 女配陈都玲 朱徐丹 阿娇等人的精彩演绎 更是映衬出了于舒心表演的失色 更令人遗憾的是 与丁与希的二度合作 非但没有擦出新的火花 反而一两人之间缺乏CP感 而让不少观众直呼失望 于舒心的表演被指用力过猛 未能捕捉到角色的灵动与气质 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呆傻 这对于一个即将步入30岁的女演员来说 无疑是一个需要深思的信号 造型网红 剧情进展看着很爽和舒畅 目前先不看永夜星河的剧情 光看于舒心9.9元批发的棕色美头 清晰度拉满的十根眼睫毛和闪亮的嘟嘟唇 总结下来就是丢不掉偶像包袱的95花 而这部作品 就是升级打怪物 勾心斗角 土吊渣 穿越类型的永夜星河 谁能想到 该剧的热度竟然直冲第三名的位置 算是不错的成绩了 说真的 当于舒心的名字出现在永夜星河中时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肯定会差平一片 果然 当小编走进该剧的评论区后 看到了 于舒心能不能别加了 那个声音我真的受不了极度的吐槽 然而 随着永夜星河甩出炸裂的剧情后 又出现一个与于舒心可以媲美 演技一等烂和造型拉胯的他 不得不说 永夜星河在挑选稳重 大方的木摇上 被一千度的近视眼给胡上了双眼 看迷糊了 甚至 又粗又黑毛毛虫眉毛和时不时翻白眼的丁雨昕 造型更是一言难尽 这360度也看不出 木生是一名智商超优 帅气满分和英俊潇洒的人设啊 反而像个憨憨的存在 怪不得 观众差评到 丁雨昕和于舒心的造型太丑了 谁家男女主角的演技是托尼吧呀 更有的观众表示 为了静腰的陈都玲来看的作品 真是被于舒心脚柔作作的表情 扭扭捏捏的性子给劝退了 但剧情看着很爽 尤其是林妙妙喋喋喋不休的嘴涕 看着就很舒畅 跟于舒心对戏的丁雨昕 她愤怒的眼神 起飞的眉毛和咬牙切齿的表情 太生动和逼真了 看来 常年流转在古装作品的丁雨昕 有些看不下去于舒心撒娇 辣眼睛和矫情做做的演技了 没想到 信念不坚定 演技不够熟练的丁雨昕 她的演技也被于舒心 给带着表面和敷衍了 要说于舒心脸上的表情是害怕吧 那丁雨昕几眉弄眼的表情 是在演艺嫌弃和厌恶吗 是挺表面哦 对此 观众评价 林妙妙一出场 空气中都是笑声一片了 不得不说 看着于舒心和丁雨昕搭戏的画面 尾时看不出永夜星河的主线是在干啥 打酱油 浑水摸鱼吗 拖拖拉拉的剧情 故弄玄虚的画风 要说浑水摸鱼吧 但是镜头只要放在木声和木瑶的身上 那势必是悬疑拉满的情节 但细节不敢深究 剧情大瓜来了 丁雨昕精湛的演技也来了 肉眼能看到丁雨昕超红的眼眶 隐忍的泪水 抿嘴的姿势和内心深处的悲伤 瞬间瞄懂了木声看似大大咧咧 实则把木瑶当作了最亲 最亲的姐姐 而木瑶却没有把她当作亲爱弟弟悲伤的故事 珠连玉木 逆风翻盘的励志篇章 而另一边 珠连玉木则以完全不同的姿态 在古偶市场中掀起了一股清流 该剧紧跟大女主剧崛起的浪潮 讲述了女主角端午如何在逆境中坚韧不拔 努力实现命运转折的励志故事 赵露丝 这位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演技派小花 用她细腻而富有张力的表演 成功塑造了一个既坚强又温柔的女性形象 端午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句台词 都透露出她对命运的抗争与不屈 让观众为之动容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赵露丝为了这个角色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不仅在水下造型上大胆突破 还亲自上阵拍摄了多场打戏 每一帧都透露着专业与敬业 她的每一次哭戏都直击人心 让观众仿佛能感受到角色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挣扎 正是这样的全力以赴 让珠连玉木在开播仅仅三集后 便收获了极高的口碑与关注度 该剧的主要剧情线有两条 一条是男主燕子精复仇线 另外一条便是女主端午 从一个小小的采竹奴成为扬州珠宝鸣商的故事 男女人设是双强设定 剧情新颖吸引人 刚看了几集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大结局了 刘于宁饰演男主燕子精 看起来心狠手辣 实际内心敏感正义 烟家满门被抄 她亲眼看着父母死在眼前 为了复仇隐忍数年 成为珠宝富商一步步展开谋划 男主燕子精出场十分高调 仅用了两集就从高调出场 引男二张进然入局 到火哨珍珠楼完成第一场复仇 看她射箭名场面好过瘾 回忆起当初全家被害情景 眼中含泪的细节真棒 赵露丝饰演女主端午 坚强不屈地采竹场女奴 善良坚韧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获得自由 最后通过自己努力成为珠宝行手 庇护了很多不幸女子 妥妥的大女主人设 本以为是一部平平无奇的古偶剧 没想到看了正片彻底看上瘾 男女主颜值演技在线 身高差很有CP感 其他配角人物一个比一个优秀 尤其是唐小天饰演男二张进然 古装扮相算帅气 对待女主端午温柔又克制 两人看着也很般配 正片前几集基本交代了故事背景 剧情发展节奏快 女主赵露丝出场惊艳 海底捞猪就像一个美人鱼 在海底穿梭 非常的真实 暗示了女主端午和珠子一样坚韧不拔 赵露丝在剧中好几场哭戏都非常有破碎感 端午貌美遭到珠肠男人欺负 还说着夜夜换新郎之类露骨话语 他誓死保卫清白 直到用匕首吓走男人 看他孤零零坐在那好可怜 眼里满是惊恐与悲伤 端午好不容易得知八娘就是亲生母亲 结果下一秒就生死相隔 赵露丝感情爆发戏很棒 看着后面的追兵 端午哭着央求八娘和他一块走 他在船上落下的那滴泪绝了 整个人显得弱小悲惨 破碎感拉满 总体来看 珠莲玉沐这部剧很有爆款潜质 男女主原生台词适配人物设定 主演以及其他配角人物演技不拉胯 大家觉得这部剧好看吗 比隔壁剧永夜星河相比较如何 最后永夜星河与珠莲玉沐的较量 不仅是两部剧之间的较量 更是对当下古装偶像剧创作方向的一次重要探索 它们让我们看到唯有不断创新 勇于突破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赢得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而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创作者们对艺术的不懈追求 与对观众需求的深刻理解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这两部剧如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继续书写属于它们的辉煌篇章